台中有師長被指控涉嫌集體 霸凌學生導致輕生 震驚了社會 教育部長潘文中堅表示 涉案的師長全數調離學校 儘候調查 報告 預計會在四月中出爐 也會在三個月之內 整理出各種霸凌樣態 在管理的辦法上來進行調整 台中一所高中的七名師長 涉嫌集體霸凌學生導致輕生 引發社會關注 在部長潘文中 十二道立院專案報告並被詢 教育部證實 事發後 曾適度發函地方教育局 積極處置 學校卻言誤處理 強調涉案的師長 已經全數調離學校 儘候調查 立委質疑 根據教育部統計 一百零九年至一百一十一年 通報的老師對學生霸凌事件 有六百四十九件 確認的卻只有三十五件 是否比例過低 帕文中強調 國教署會在三個月內整理各種霸凌的樣態 在管教辦法中做出調整 針對成案比例低 立委質疑是否涉及私私相互 對此公民團體十二也舉行記者會議 要求教育部針對校園 霸凌案 提出改革方案 務實面對問題 我們要提高我們在校園當中對於兒童的權益的保護 的標準而不是要每個小孩去證明他自己受傷多嚴重 好像大家都把重點放在調查有沒有這件事情 這是不對的 學生第一時間求助 他就表示他需要幫忙 公民團體和立委范雲提出解方 希望教育部建立不適任教師的行為判准 讓教師們不再無所適從 推動以教師行為 作為是否不適任的審議基準 並且推動修法 讓受害學生成為教評當事人 能為自己發聲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張國良 台北報導